王娟格格说故事 好故事在汉深 今天要为小朋友讲的故事是 过五关斩六将 上集 各位小朋友好 我是王娟格格 要在这边替大家讲故事 今天要讲的是 过五关斩六将 让我们去认识一个 好厉害好厉害的人 他脸红红的 然后他也会拿一把 长长的关刀 相信你们有的时候 在过年过节 有的时候会去拜拜 去庙里面 也会认识这个人 这座神 这尊神 就是关公 关公呢 他以前 大家都叫他关羽 关羽是什么意思 怎么样的人呢 他生活在东汉末年 那个时候啊 天下大乱 哎呀 好多人都喜欢打架 喜欢打仗 很奇怪 然后就喜欢你真我夺 大家都喜欢做皇帝 然后呢 所有的老百姓都生活在 很辛苦的世界里面 兵荒马乱的 那时候有三个人 是好朋友 一个是刘备 一个是关羽 另外一个是张飞 不是唱歌那个张飞哦 是大胡子张飞 他们三个人呢 就因为好朋友 理念相同 他们就结拜成为了好朋友 然后立下了誓约 这就是所谓的桃源三结义 但是我们今天 在这里不讲这个事情 我们要讲的是 他们三个人 共同去做了什么这样的事情 他们的想法就是 哎呀 我们三个人有理想 我们想要让 天下的百姓都过好日子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所以呢 他们就开始了 他们的好朋友之旅 几年之后呢 在曹操 哦 曹操是个厉害的人哦 其实 在历史上 曹操常常被认为是大坏蛋 可是 王军阁阁阁有时候觉得 曹操 他是一个很聪明 只是心眼小的一个人 哈哈哈哈 曹操呢 在大战里面 他其实哦 都希望说 哎呀 我可不可以跟张飞啊 刘备啊 关羽啊 变成好朋友 可是呢 因为曹操是一个 心眼比较小的人 所以大家都不想跟他做朋友 所以都跑掉了 但是 因为 有时候打架呀 打仗啊 打一打打一打 输了 刘备呢 跟张飞就逃走了 只留下关羽 关羽怎么办 啊 关羽很着急啊 想说还留下了刘备的小孩啊 妻子啊 但是关羽是一个好朋友 他非常非常的讲义气 所以呢 他就留下来 照顾了刘备大哥哥的 他的小孩跟妻子 哦 曹操这就在想说 诶 好啊 既然 你要留下来 我就把你收起来 当我的士兵 当我的喽啰 听命于我 哦 然后他在城门下面就在叫说 诶 胆小的关羽 出来啊 躲在里面干嘛呢 对不对 那么小胆干什么 出来一站 哦 关羽脾气 其实很刚烈哦 他听到这个时候 诶 啊 你叫我小胆 胆小鬼 我胆子怎么可能小 所以呢 他就一怒就冲出去杀出城 啊 不小心 中计了 我们刚刚有在讲啊 曹操的心眼是比较多的人啊 然后他希望说 诶 我要俘虏你 所以他就 在旁边摆了好多好多的人 就把 关羽给抓到了 哇 怎么办 怎么办呢 抓到了 还威胁 他说哦 你如果不听我的话 我就要把你抓起来之外 还要把刘备的太太 跟刘备的小孩 就是关羽的大哥 把他也抓起来 让他们受苦受难 关羽听到这边 他心想说哎呀 我受苦受难就算了 我大哥的小孩 跟太太怎么可以呢 所以呢 他就说好吧 那你把我抓起来 我愿意投降 好 但是他心里面是不愿意的 接着呢 曹操说不行哦 如果你不听命于我 我就要对付他们 关羽想了一下说 好 那我也不能平白答应你啊 所以答应我两个条件 第一个 不准碰我的大嫂 就是刘备的太太 第二个 不管大哥刘备他们跑多远 我要去找到他们 我就会离开你 你不可以拦下我 好 不然我 你不答应我这两个条件 我怎么样都不会投降的 然后曹操呢心里想说 哦 呦 关羽啊 你很有意思哦 你既然都被抓到了心里面 还是惦念了你的大哥 你还蛮有情有义的 所以呢 曹操心想说 好啊 没关系 我答应你 他答应了关羽的条件 立刻呢 他就叫人送了一个好漂亮的战袍 要交给关羽穿 为什么要叫他穿上 就表示说 嘿嘿大家好 关羽现在是我的人哦 曹操的人哦 所以你们大家 不要打他的主意哦 关羽很厉害哦 他随时听命我曹操 我会出去派他去打仗 这个时候 关羽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关羽竟然把他原来有的 旧的那个战袍穿在里面 竟然被曹操看到了 曹操就问说 哎关羽你也太过分了吧 竟然把原来的那个战袍 还穿在里面 把我这个新送的战袍 只是披在外面 怎么可以这样子 哇 关羽就说 旧袍子是我大哥送我的 我穿的就好像见了我的大哥 我不是那种 见心忘意的一个人 所以你看啊 关羽 是这么有情有义的人 即使他被曹操抓到了 他都没有忘记他的大哥 然后曹操心里 当然听到这边 他就非常的不高兴啊 表面上说 哦好好 关将军你很讲义气 哦好你厉害了 你第一名了 但是 这个时候啊 曹操心里面还是不满意 我们刚刚不是前面有讲吗 他很小气 他小心眼 他都记在心里面 他想说哪一天我再来弄你 好了 接着曹操呢不断的要诱惑 利诱关羽 给他好酒 给他很多钱 还用美女要去打动他的心 结果没有想到哦 关羽真的是刚正不遏 心动都不动一下 哇 吓到了曹操说哎哟 没有想到用钱 用权 用美色 都没有办法利诱到关羽 这个就厉害了 所以曹操继续在想 怎么样有一个更好的礼物 可以让关羽投降 他找到了一个什么 他送到一个什么 最快的马 什么马 赤兔马 哇 这个可是中了关羽的心里面那个开心啊 关羽一抬头看说 哇好漂亮的一匹大红马哦 关羽大叫说 太漂亮了赤兔马 太好了 他偷偷在赤兔马耳边跟他讲说 如果有我大哥的消息 我就会骑着你去找我大哥 去跟他碰头 因为你的速度这么快 我一定可以立刻奔到我大哥身边 没有想到这一下 哈哈被曹操听到了 他又气了 说哎呀 怎么送了一个快 这么快的马 就像跑车一样的 哎呀 把他说不定很危险 对不对 好 关羽呢 自己平常不是一个 会收别人礼物的人 所以他骑上了马 他也替曹操去杀敌 去打仗 他也立了不少的功劳 过了不久啊 刘备啊 跟张飞啊 消息一传来了 哇 听得关羽心里好高兴啊 他心想说 哎 说不定我马上就可以 跟我大哥见面了 这时候 关羽心里就说 我要跟曹操辞行 我已经帮你进过 我应该进的义务了 所以我要去找我的大哥了 没有想到呢 一连好几天 关羽要跑去找曹操 结果发现曹操都躲起来 因为他不想放关羽走 但是关羽心里面 早就决定了说 不管你怎么样 我一定会走 去意已间 你留不住我的 所以呢 关羽就骑着他的赤兔马呀 拿着他的 他有一个最厉害的武器 听说是28公斤重 28斤重的 青龙眼月刀 一般人是拿不起来的 所以他也是个大力士 然后带着几个部下 护着他的嫂嫂离开了那个城 哇 关羽骑着赤兔马 拿着青龙眼月刀 谁都挡不了 然后保护着刘备的太太 他的大嫂离开曹操的地方 但是曹操一听到啊 关羽离开了他们的城墙 城池 急的说赶快赶快 赶快把他追回来 用什么东西都可以 经营财宝啊 美女啊 好久啊 都要把关羽给我留下来 关羽扬声啊 大声的跟曹操说 对不起曹操 我要去找我的大哥啦 这我早就跟你说好的条件啊 后会有期 说着说着 他骑他的赤兔马 快马加鞭的就离开了 曹操的手下很不服气啊 他说 曹公就是曹操 他说你为什么不派 我们去把他追啊 追回来啊 曹操心想说 既然关羽想要去河北 那么很容易啊 我们来设一些障碍 好咯 我们的故事呢 先暂时讲到这里 期待下一集吧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欢迎按赞分享加留言 并且开启 叮小铃铛哦 王军哥哥等你来啊 嗯 嗯 呀